比特币40万一个 而且还是在今年之内 您觉得可能性有多大呢 Cardano先涨后跌 真的是他拖了B川的后腿吗 Opera集成了加密钱包 有望打造web3.0浏览器 这可是一盘硬菜 谷歌加入加密支付的战局 可是还有点邮报琵琶半遮面 1月21号星期五 B联合在 我是Michael 比特币在未来的一年之内 将涨到40万美金一个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最近的一个叫做 量子金融的一个理财公司说的 量子金融是什么公司 这家公司成立在2018年 那么在新加坡成立的分公司之后 量子金融Quantum Financial 为包括日本韩国泰国 包括东南亚地区 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 8000多名客户 提供外汇的买卖和讯息的服务 那么最近的量子金融的 创始人兼CEO叫做Henry Yan 在接受彭博社和财经媒体的采访之后 做出了对比特币一个非常惊人的预测 我们来听一下 虽然美联储金融加息 预期推出了对比特币的预测 因为这些预测 经常是比特币的预测 如果比特币的预测 整个市场都会做得很好 我认为我们不认为 我们不认为资金融的距离 很快 我认为他们会继续 资金融刷 所以我认为我们会看到 比特币的预测 比特币的预测 随着美联储金融加息 预期推动美债收益率上涨 加密货币在过去一个月 全面下跌 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 已从大约两个月前的3万亿美元 萎缩至不到2万亿美元 目前比特币价格在4万2千美元左右 较去年11月 曾达到的近6万9千美元的记录高点 下跌了逾30% 首先, Matt, 谢谢你再次邀请我 是的, 现在已经有很大的移动了 比特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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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货币的连货币 之后,Ethereum就变成了 然后,你会有连货币 像Phantom,Matic,和Avalanche 可以使用USTC,USDT,Mai,和DAI 这些均币的货币 是在货币上的 在议会上的货币 甚至我们资议的货币 现在使用均币的货币 美联储今年加息 将降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在很多投资者眼中的吸引力 这是因为利率上升将推翻比特币 是一种很好的替代货币 或价值储存手段的观点 其他可能导致下跌的因素 包括这项技术的诸多缺点 以及监管阻碍 Cryptocurrencies 都在在货币的期限中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看到 是什么非常相似的 在2017年代的 瓦市场 我们一定是在中央的 瓦市场 瓦市场 这瓦市场 比特币的 这瓦市场 是在货币的 瓦市场 因为确实在开始 发生了 我们想谈论 像tomb.com 就是高货币 所以很多人 现在可以 拿货币的 和蓦市场 把Defi资金 赚到10% 到100%到200% 那么最近 这个行情不太给力 对吧 如果你是在4万以上入场的话 估计现在你手中的代币的市场价值 处于一个浮亏的状态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持仓 如何处理我们的仓位 在昨天周四的 我们会员专属的直播当中 我已经给会员提出来了 我们关键点位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如果跌破那个位置 回抽的时候 一定记得把你的筹码 减仓50%左右 这是我们要预防以后 继续下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但是无论怎么说 无论各种专家们如何唱空 如何唱多 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句话叫什么 叫短期无法预测 远期无需预测 如果你是一个holder 你手中有无数的底仓的话 拿住不变装死 你才能享受到后期上涨的动力 毕竟它涨起来的时候 可不会提前给你打招呼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DA这个项目 其实我们很少讲出了 主流资产之外的 其他的竞争币种 今天要讲它是因为卡尔达 曾经在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 由于智能核位的部署 曾经出现过一波 超高的一波涨幅 曾经跑赢过大盘 可是近三天之内 在我录这期节目的当下 近三天已经跌掉了 18%的一个市值 所以说这一轮卡尔达是大展大跌 可以说是这一轮下探 是引领了所有币种的跌幅 要知道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马蹄市跌了接近6% 对吧 然后索拉纳和币安币 跌了2% 比特币下跌1%左右 而ADA这次的领跌 被大家看作是带跑了整个大盘的市值 此前该代币上涨近60%至1.64美元 表现优于比特币 因为即将推出的卡尔达诺区块链上的 第一个去中心化金融交易所 Sandy Swap 激发了投资者对加密货币的兴趣 The interesting dynamic that we saw was at the short of tronvolders of the retail traders having accumulating bitcoin through the price tips however the whales of the larger bitcoin holders have been relatively stable so there hasn't been a lot of conviction behind the bitcoin move like we've seen a prior bullruns so we need to see both participation come to play the retail traders and the long-term buy and hold investors 比特币和传统市场风险资产继续承压 因预期美联储将更早更快的加息 债券收益率继续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追踪短期利率和通胀预期的两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 在前不久创下了11个月新高 1.076% for now I think the long-term headwinds from the macro point is keeping a lot of investors a little bit skittish and on the sideline so until we see some capitulation by the short sellers the buyers might be coming back to answer probably at lower support levels where they see more of a discount in terms of bitcoins price 彭博经济研究院首席 美国经济学家安娜黄表示 美联储三月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 是必要的 根据外汇接基金期货 预计央行在三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 为93% 加密资产的暴涨暴跌 特别是比特币价格涨幅的不可琢磨性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对吧 这几乎成了必揣的原罪 大家一说起来 就你们暴涨暴跌 这个价格捉摸不定 再割韭菜 所以很多人都对这个市场进而远之 不过有一个方向 我们也看到说现在为止 持有一个以上比特币地址的地址数量 和持有一个以上以太坊的地址数量 都在稳步的上升 说明什么 说明共识不停的在增加 币价越下跌 它的流通量就会越少 holder越多 现在进场抄底的资金不是没有 而是说没有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 这轮下探的行情很大原因上 是由于美联储的放水所导致的 和很多专家的意见一样 我也认为说美联储是要收紧预期 要解决美国通胀的问题 可是预期的收紧会有多大的规模 它的加息会不会来得很猛烈 我持保留的意见 说不定哪天币价的反弹 也会让你觉得不可预见 OPERA集成了加密钱包 有望打造web3.0浏览器 这可是一盘硬菜 谷歌加入加密支付的战局 可是还有点油爆琵琶半遮面 下面来聊聊新的一个浏览器 叫做OPERA 其实不是新 OPERA是由OPERA Software公司开发的一个浏览器 它在95年成立的一家公司 已经有在欧洲25年的历史了 公司的总部在挪威 我要说我用过浏览器的话 是不是有点暴露年纪的意思 我确实用过 当年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 我觉得浏览器很难用 超级不好用 界面有非常的老派 不过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经过了3G4G的洗礼之后 OPERA借着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东风 嵌入了AI和人工智能 成为了浏览器嵌入AI模块 提供AI相关内容搜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浏览器 所以说在整个前瞻性和使用便捷性上面 OPERA还是非常领先的 日前OPERA宣布已经推出了加密货币浏览器 项目的测试版 据了解这是一个内置 WEB3集成的互联网浏览器 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而不需要为每一个新标签登录他们的钱包 这将适用于任何有OPERA钱包集成的应用程序 虽然目前的OPERA钱包只兼容以太坊 但该公司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将兼容Polygon和Solana 并将在2月发布Lair2公告 此外这款以加密货币为中心的浏览器 还内置了一个名为Crypto Corner的新闻中心 以及Twitter和Telegram的集成 所以从报道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OPERA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互联网的浏览器了 它集合了WEB3 集合了钱包 集合了加密货币的一些功能 对吧 所以它将会是以后WEB3的一个区块浏览器 将会更多的向元宇宙世界靠拢 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想象空间 当然集合了钱包 集合了整个区块的资产之后 大家会更多的关心它的安全的问题 如何来考量了 安全问题下面一条消息估计能给你答案 谷歌也要进军加密支付领域了 之前谷歌是放弃了 它在银行领域的这种建树之后 曾经就聘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叫做阿诺德·戈登堡 这个人曾经在PayPal担任过核心的 结算部门的负责人 所以他在加密资产的结算和安全性上面 考虑的是非常多的 你想连谷歌都下场要支付了 咱们离支付的春天还会远吗 所以你真的想要看那用盘的 使用盘盘的成功能 那可以增加价值的货币 它是困难的这些货币 但这是一个经常的事 很早的 你会有很多这些货币 所以你会有很多货币的货币 去年年底加密平台Bet表示 其虚拟维瑟借记卡将可用于google pay在线和商店 Bet的google配支持紧随加密的脚步 Konbase在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对 Apple Pay和Google Pay的Combus卡的支持 谷歌正在寻求与加密公司 建立更多此类合作伙伴关系 其实谷歌和加密货币一直都是 若即若离保持着一种相当暧昧的一种关系 说不清道不明 你说他真的投资 他又是藏着掖的 不过在2021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 这个CryptoPotato曾经报道出来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曾经向CME期货交易所投资了10亿美元 CME就是比特币期货的一个最大的服务提供商 所以说大的机构其实都在看好整个加密市场元气的发展 大家知道机构投资不像散户一样 说近就近了 其实机构投资看的是更加长远 更加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这一轮机构牛的表现 可以从侧面来证明说 大的机构或者是市场的信心 其实并没有大的变化 你觉得呢 好 以上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所有的节目内容 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是B圈的一些重点的消息 那还是要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支持我们的频道做得更加的专业 我们下周一再见 据数据显示 当前OpenSea一月交易额已达40.6亿美元 比此前的月交易额最高记录34.2亿美元 高出18.7% 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一张图片 配文称加密一小时是地球上的7年 或暗示加密货币行业发展迅速 更迭变化较快 官方消息 Coinbase宣布上线Spincoin 目前已开启存款 如果满足流动性条件 将于北京时间1月21号凌晨1点或之后开始交易 元宇宙军事策略游戏Age of Tanks将发布Alpha游戏 1月22号至2月15号期间 用户可以赚取Bradium和100个Tank NFT 奖金值包含100万个AOT 过去24小时内 新兴的NFT交易平台Lux Rare交易额达7亿美元 而排名第二的OpenSea为1.4亿美元 Lux Rare24小时交易额是OpenSea5倍 截至2022年1月份 Solana区块链上的非同质代币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 Solana的最高周交易量发生在2021年8月29号 达到1.6039亿美元